今天我要教大家简单的自己制作电线LIFE 电线到我们的一个哲学器的安装 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准备的道具是我们的2.5mm wire的电线 两幅,不同颜色的 然后其实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做的东西是只要三个步骤吧 第一个步骤我们首先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白冰 我们先把我们的东西芯拔开 然后其实我们要这样子把这里电线从这个部分到我们的碎头 碎头再到我们的这个哲学器 其实很简单,只要三条 wire 首先我们先准备我们的三个电线 2.5mm的电线 然后可能我们把它插进去这个软米饭 这是第一个步骤 把它拉到我们的哲学器 这个地方 然后放到我们的酱米饭 现在我们再准备第二步骤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另外三个电线 不同颜色的啦 假设都是红 红 黑 青 这样的方式 把它也是拉倒到碎头 然后这就是到我们的电箱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要组装 我们可以先组装我们的这许细的安装 把电线给它剪开 差不多 5mm一样 现在我们这里 其实这里就有分了 它已经写好规格了 这里有 它有画一个地线的标志就是Earth Neuter 跟Life 我们只要照着借就对了 青色就是我们的地线 就是我们的Earth 然后黑色就是我们简称的就是Common 然后就是我们的 你们看到我们借我们的蓝色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红色 我们借我们的白色也是所谓我们的Life 把它锁紧 OK 第二步骤我们就到我们的测试器的这个规格 我们的Swift over的规格 其实我们的Swift over的规格 你会看到这里多出两条线 其实你也不要乱 其实很简单 它的规格就是这里是我们的Incoming 这里是我们Incoming Life and Neuter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去到我们的测试器的地方 就是Life and Neuter 所以它是有已经是分开了 所以第一个步骤 假设讲这一副是我们的测试器来的电线 我们把它剪开一圈 然后把它接到就是我们这里的Alcohol 我硬就是骑到我们测试器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插进去 锁紧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两颗根线里面的 你会看到它是从我们垫下来的 这两颗根线里面的 我们把它剪开 一样的就是 假设你这里是接白色 就是我们的Life的话 你上面这一方的话就要接我们的 一样就是我们的Life的颜色 就是红色 然后这里要接我们的黑色就对黑色 你千万不要就是这里接电这里接黑色 它会导致很危险 就是会导致跳电 所以你尽量的话呢 我们要靠我们的序头每个规格 每个序头的方式接法可能有点不一样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你现在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有点不一样 我会接蛋 然后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青色 我们跟它连接在一起 把我们的胶布粘上 把它绑进去 这一部分的话比较复杂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方提出问题 我会尽可能的话 会马上回复你们 现在就是到我们的电箱的这一部分 其实也是很简单 你只要看到这里 其实我们每个家的电箱 它都有分好了 其实已经连接好了 就是青色 黑色 跟红色 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解决青色这一部分 好 先剪开 青色就连接青色的地方 当然要记得就是把我们的虚头 我们先关掉 然后我们先关掉 然后黑色 黑色就连是黑色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属于的 Nuterlink跟Earthlink 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色线 红色的话 我们的规格的话 我们是借在我们的 如果是遮取器的话 我们是借在20M 就是C20的这种MCB的这个 把它连接上 OK 连接 这样子就是我们就简单的一个 就是自己一个DIY 就是可以让我们 就是可以直接 让我们的这个 遮取器的电线 然后接下来我们 试看看可不可以操作 开始 然后打开我们电源 OK 打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开关 诶 它是会有灯的 这里的电的话 它就通过这里 这里就有打到一个电的地方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这个水器 看不到 这些水器啊 它是一个发亮的 如果我们关掉 它是没有灯的 开 它有一个青色灯 就代表是正常 它就是属于在正常的运作上面 如果是正常 我们就把我们的总统盖上 然后我们就检查 我们的遮取器 其实遮取器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实际上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 它有一个Test Button 跟Reset Button 它这里也是有写到这个E1CB 看到吗 这里的话就是属于 我们就是看它会不会断电 现在你看的话就是 它是属于在青色嘛 对不对 如果你按Test Button 它就属于它会断电 断电的话就代表你的 做取器的话是属于就是 在良好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就重新Reset 它就会恢复 这是我们简单的检查 我们的遮取器的一个操作功能 如果当你按了Test Button的过后 它不会马上断电的话 就代表做遮取器的话 可能你需要叫你的维修工 来跟你更换 这是简单 谢谢大家